我們看這一體 這一體它說如這個圖 這是一個長方體 從這個A連接AC、AH跟AF 它長度分泌是15、13根跟100連6 那麼它要求這個長方體它的體積 還有對角線AG 長方高我們分泌叫做A 這叫A 這是B 高的話是C 我們曉得AC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是一個三小型 就是根號A平方加B平方 根號A平方加上B平方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等於15 還有我們看這個F 這個對角線 這個是直角 這AF 是等於多少呢 根號B平方加C平方 B平方加C平方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F是等於根號106 再來看AH H AH 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B 不對 這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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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C 這是C 這根號多少呢 A平方加C平方 這個是等於13 好 那我要求AZ的話 AZ是長方體的對角線 AZ等於多少呢 AZ是代公式 根號A平方加B平方加C平方 好 要算這個 那我這個 把他給平方以後 把他加起來 好 我要平方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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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以後呢 加起來 這根號 這根號就沒有了 有兩倍的A平方 兩倍的B平方 兩倍的C平方 所以兩倍的A平方 加B平方 加C平方 那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15是 平方是225 加106 加169 加169 那這樣加起來等於 這樣加起來的話 225 加上106 加上169 這個500 所以這個是等於500 500 然後除以2 除以2的話 那A平方 加B平方 加C平方 這個等於250 所以對角線長 就等於根號250 所以是5 根號10 所以呢 對角線是5 根號10 這是5 根號10 好 那體積呢 體積就是 那個A乘B乘C 那我現在要把那個 ABC找出來 ABC找出來怎麼找 這個 A平方加上B平方 這個是等於225 然後這個 B平方加C平方 這個等於106 這A平方加C平方 這個等於169 然後我現在 我現在把這個 減這個 就剩下C平方 這個減這個 就 就C平方 等於多少 等於250 減就25 250 250 減25 250 減225 這是25 所以 我就想了C是等於5 好 再來 這個減這個 就是A平方 A平方 等於多少 225 減掉106 250 減掉106 250 減106 等於多少 250 減106 等於144 所以 所以 A平方 就等於多少 根號144 是 12 好 再來 我們看 這個減這個 一減的話 A平方C平方消掉 就B平方 B平方 等於多少 250 減169 等於多少 250 減169 等於81 那這樣 B就等於多少 9981 好 那A,B,C 都曉得了 這個A12 B等於9 C等於5 所以 體積等於多少 就A B C 這樣就算了 這個乘以就是60 9654 540 所以 體積是等於540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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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